中国第十届香山论坛30号在北京登场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高分被呛下台独 暗批美国蓄意制造动荡 但也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发展跟美国的军事关系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则示警 担心亚洲 欧洲 还有中东同时爆发冲突 而亚洲各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责任就是避战 避免给世界灭顶之灾 中国一年一度最大的军事外交活动 第十届香山论坛30号在北京登场 回归四年回归实体举办 因中国国防部长玄缺 由共军第二号人物发表开幕演说 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绝对 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 绝不收人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高分被呛吓台独 暗批美国唯恐天下不乱 蓄意制造动荡 但也释出善意 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发展跟美国的军事关系 美国防长奥斯丁并未出席 而是由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代表 外界认为 这可能是美中恢复军事对话的信号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也示警 一旦亚洲 欧洲跟中东同时爆发冲突 将带给世界灭顶之灾 亚洲各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是避战 虽然中美两国试图透过对话化解分歧 但香山论坛上 中美与会者仍是唇枪舌剑 两国的矛盾恐怕不是短时间可以化解 综合报导